大家好,我是Lan哥 全輸了,全輸了 Lofoland 終於開價了 新一期的均價是 11,598 元 這個價錢代表了 之前四期的業主 全部個個都要輸錢 有些是輸錢 有些業主之前借了高乘數按揭 立即被變成負資產 我留意到報章說 有些報章說開價比上一期便宜了 11% 有些報章拿了去年5月的價錢 相比便宜了 15% 無論是11%還是15% 都是代表每個業主都輸了錢 今次這個新地,怕借錢不夠 還有一個可以借到125%的貸款計劃 其實這就是舊評新酒 大家這個計劃千萬不要借 為何不要借呢? 稍後交個解釋給大家聽 而今次新地開的 11598這個均價 其實也是一個堅尼地的價 其實也埋伏了 日口是要減價的先兆 為何會這樣說呢?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今集的路 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請幫忙訂閱吧 請讚好分享給朋友 有時間的話,請幫忙看看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先看看昨天公佈的新聞 新地屯門小康站 Lofoland 第三B期 昨天公佈了首張價單 涉及150伙 折實的平均價 就是11598 今次開價水平 就低於過去的四期 包括第1A、1B、2A、2B 這四期的首批折實價 就是13100 到13900 如果用這個數來計 今次開價 就是比這四期回落了 由12%到17%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 雷霆形容 這一批單位屬於無敵的貼市價 由這個再向觀景有別 他相信這個價錢 亦會受市場和買家接受 另外指出 設立之後 一手二手的交投大幅上升 他預料1月到6月的一手成交 將會突破9000宗 由於輸入人財計劃成功 租務市場亦活躍 如果下半年減息 他預料樓市復甦的步伐更快 其實雷霆 在去年暑假開賣 UHOX 時 他已經說 去年年底 樓價見底會上升 好了 失敗了 他又在預測 他預測下半年減息 如果減息 樓市又會復甦 但是這個世界 人須走路 打倒退 我相信 雷霆 預測下半年減息 亦會猜錯 其實他連續兩年都猜錯了 這次的平均實價 是11598元 雷霆 就形容這個 無敵貼市價 我相信這個 真的是市價 為什麼呢 二手的業主 是否可以用到 這個股價 是否可以用到 是否可以用到 這個股價 現在又過了一段時間 樓市又下跌了 所以 今次開賣 11600元 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市價 來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市價 是否能賣到樓 是賣不到樓的 如果市價真的賣到樓 的時候 發展商每次都會很清 以及二手的業主 就不用這麼討厭 二手的業主 是否可以用到 這個股價 股價即是市價 你用這個股價 或者市價 可以沽到樓 是沽不到的 你起碼都要減一成 才可以沽到樓 新地為了促銷 他今次就有個 新的付款方法 就叫做 King Kiss S Plus 即125 的計劃 就是他意思 最多可以借到 這個樓價的 125% 那個外結貸款 即是借到四分之一 給你 大家看看是否好著數 原來可以借錢賣樓 不止可以借九成 還可以借到125% 這個世界 就沒有那麼大隻甲 隨街跳的 一定有些付出 他就要你拿 你其中的一個 無案的物業出來 未必是你名字 你父名都可以 即是你親戚名都可以 但問題 現在 坦白說 哪裏會有人 特意借多些 特意借多些 不是說 我只要拿 老佛靈出來借多些 你要令我拿 多一層樓出來借多些 即是你那層樓搬 就沒有案件 無緣無故 為了借到25% 就要拿到那層樓做 抵押品 而且這個計劃 只是36個月 即是你三年後 你就要自己搬去 另一間銀行 換句話說 即是買給你先 總之 幫你上會 即是 即是 還能給你25% 你用了 樓價也不用 所以 大家表面看 以為好像很著數 實際就是一個陷阱 而這個做法 不是創新 其實它是 我幾乎在海船 即是北角的海船 它是做過 為什麼那時候 會這樣做呢 因為那時候 給大陸佬 大陸佬很多時候 在香港有些全貸款物業 但是它們沒有辦法 即是 用那個入息證明 去借錢 所以 推出這些 1.25% 計劃 在海船的時候 是做過的 所以我相信 做這個1.25% 這個計劃 其實都是給上至 他們計劃的大陸佬 但很可惜 以前的大陸佬 很多時候 都有物業在香港 但現在有物業那些 都走了 你看看 孟晚舟 也會來孤樓 即是有錢都潤在外國 真是有錢人 好了 現在那些新的專裁 或者剛好舊7年的 過來買物業 基本上 這班人 在香港都是沒有物業的 就算有 也都是上了會 因為香港有工作 就不會像以前的大陸佬人 全貸款買一層樓 不是沒有 是很少 而這個計劃 基本上香港人 是不會用的 你以為只是多一點 你不用還識 一樣是要玩 而且現在 即使用它1-2% 新地是借3年 給你用 3年之後 你就要想辦法搬回到銀行 到時才投行 這班人 Nofoland 這個盤 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網上世界買了 肯定哪一世的 我不知道網上世界 是否買過 均價13000 因為之前 那四期 很多時候 價錢到15000 都會有人總進去買 會不會網上買 13000 14000 15000 除了網上 其實在香港討論區 有個結合員 也是大好友 買了Nofoland 不停說 Nofoland 有什麼優點 或者日價高一點 要來住就不怕 其實是否住不怕 其實這就是一個偽名題 很多人說 我自己自住 樓價跌就不怕 怎會不怕 你試著跌到負資產 雖然現在銀行就不會 批評 但問題是 你是賣不到樓 你買的時候 你還要抬錢 你是不是一你 就已經有夠錢 如果你沒有夠錢 你賣不到負資產 你是賣不到 你是要焗工的 今天有經紀老闆 跟你們說 人生最重要的是 有三層樓 如果你的三層樓 一間是Lofoland 一間是Yoho West 一間是洪水橋 那個項目 Leo's 這就大件事 三間都變成負資產 你這三層樓 你以為要做什麼 這些經紀跟你們說 其實他們的目的 是為了自身利益 自身利益 不管樓市升也好 跌也好 總之你要買 你買他們才有佣金 你試試 政府現在立例 不讓經紀收佣金 我想他們第一 就馬上轉行 第二 就跟大家說回這些真話 現在樓市很危險 千萬不要買 現在新地開的 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元 究竟能否賣到 我相信他們會賣到 不過 賣的消程 是不好的 為何會賣到 因為這個世界 也有很多傻子 好像這個 Heddon 也有十三個傻子 買了 所以你不要奇怪 為何這個世界 會有這麼多傻人 去買樓 很多人都覺得樓市已經見底 就去賣入市 很多人都是自己欺人 明知道樓市是否見底 都去買樓 我這樣說 我覺得現在新地開的 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元 都是貴 如果這個樓盤 真的 如果給我一個合理價錢 我覺得 在現在市況來說 一定是一萬元以下 一萬元以下 我覺得可以一清 但如果有些傻子 一萬元以下 我覺得 去未來 都是會坐廳的 可能有觀眾 就覺得 我對這個樓盤很負面 經常在那裡查這個樓盤 我不是查這個樓盤 而是我覺得 這樣的價錢 這個樓盤是賣的人 真是傻子 我先數一數 大家 這個樓盤有甚麼問題 Lofolian 這個位置 根本就不是 屯門的港鐵站 附近是甚麼 近青山醫院 交通已經不方便 遠離市區 如果大家 由Lofolian 搭車回市區 由巴士再轉到小康站 所以是免得失事 諾戴爾出入更麻煩 好了 到購物 大家都看過我的影片 Lofolwork 一下子走就走光了 這個購物選擇很少 現在新地開的價格 是一萬一千六百元 如果今天價錢 不如我再加兩千元 我便走到康城站 或者買一個Yuho Hub 反正一個就在康城站 一個就在元朗站上 至少這兩區的社區發展成熟 配套也好 又有大型商場 地鐵站上 交通也方便 打風下雨回家 都是方便安全的 身體上次的滑鐵路 在Yuho West 可以賣了四元 買得幾隻 好了 這個Yuho West 所以接下來會減價 我相信也會減回 Lofolwork 這個價錢 又是萬一萬二 所以這一刻 應該是Lofolwork 與Yuho West 是同價 但如果Yuho West 和Lofolwork 你讓我選擇 我會選擇Yuho West 畢竟是一個輕跌站 交通點 都比Lofolwork 但 就算是 去到萬二 現在Yuho West 都買不到 最近的新盤 有什麼都像 Lofolwork 一萬二元一尺 就有 減了價格 飛揚和 洪水橋的項目 Lius 其實 這兩個 叫萬二元 大家的結果 都看見 都是賣不到 所以我估計 現在Lofolwork 開放的價錢 即是萬一 去萬二中間 大約 一萬一千六百元 結果 不是賣不到 是賣得不好 所以如果有心買 Lofolwork 買家 因為有些買家 可能住在附近 郭郭村 父母也在 所以想買一些 屎樓 在父母附近 居住 Lofolwork 也是一個選擇 如果大家有心買 就不用太急 大家可以等下 因為它還有二千元 它一轉一定賣得不好 結果如何 都是減價 什麼時候出售呢 我覺得低於一萬元 你可以考慮 只要考慮 只要考慮 如果你說 你會什麼時候買 如果你是我們 這個情況 我覺得七八千元 就可以買 為什麼我說七八千元 可以買 因為你們很多鄰居 尤其是 之前那四期 很多人都是 萬五六元買的 即是 如果你們用 萬五六元 做一個赤價 我半價買回 這個Lofolwork 其實 你的心理 比較好 所以大家的策略 應該 這個Lofolwork 等到最後 看看它最後 是可以減到多少錢 因為它一定要賣出來 難道新地在這裡虧造 好像以前的環貌 陳樓放了二十年 三十年 才能拿出來賣 其實新地 一定要賣 我相信 它賣不到 就會繼續劈下去 以上的意見 我就給一些新買家 如果是一些業主 已經是之前那四期 已經賣了 好像有網上 其實沒有辦法 就先上了會 上了會 收了樓之後 然後就盡快賣一層樓出來 它的原因 為什麼要盡快賣呢 因為我看過樓市 都是不對勁 身底會每一次 就扔下你 你每次扔下你 其實你的負資產 越蝕就越深 你唯有怎樣 有什麼辦法 止蝕 一收到樓 搞定手續 怎樣 便宜回來 盡快賣 大家記不記得 University Hill 又是新地 早幾天 有一個第一滴血 有一個新成交 也是University Hill 這個白石角 這個樓盤 第一間二手成交 為什麼它會一年 放出來呢 就是我這個策略 可能它會聽到 阿拉安哥說 先收樓 其實這個業主收樓 兩個星期沽了 這個業主很快 這個業主 這個業主 我聽說 它有需要銀行 這個銀行 應該要罰息 可能要罰2% 應該就是 沒有辦法 2% 就照2% 至少 現在 它不用怕樓市跌 令到它的負資產 越來越加深 所以我跟別人說 一直都有給予意見 新買家 或者是 現在已經賣了的業主 不是說 只是單獨 吃花生 只是 看我的影片 應該多看幾條 不要看一兩條 做一個定論 最後我再簡單說 現在這個樓價 11,598元 是否值得入市 是不值得入市 如果是新買家想賣的 就要再坐進去 先等下 好了 現在這個Lofolin 還未能買得住 一些準買家 應該怎麼做呢 今天和Lan哥一起 擔定椅子 買點花生 看好戲了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多謝大家收聽 還有收睇 拜拜 加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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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